四驾无人停车场中 这对男女紧紧拥抱 看起来难分难舍 下一秒 女方甚至把脚勾上去 直接把手伸进外衣里头 影片中两人明明驾驶不同车 却还跑到同台车内 从事轻易举动 下车后两手牢牢牵着 网友在社群网站爆料 影片中的男主角 就是国内IC大厂技术处处长 爆出和采购部门同仁 上演布伦婚外情 网友加码爆料 许新处长与正姓女子 利用职务之变 在外私设代理公司 透过胁迫手段 要求对口的封装厂商 导入刺激产品 被点名的有中国基板厂 以及原物料供应商 来借此谋取非法暴力 还指控处长 会针对不合作厂商 大幅调降工程能力评比 导致对方损失订单 但类似手法在科技业 其实不算罕见 员工自己的心态是这样 他认为说 我自己做的这么辛苦 然后如果有高额的利诱的话 那我提前退休 不用在这样的一个厂里面 做到爆肝 公司本身就会建立一套监控机制 这个一定是撤职 那撤职之后 再来就是面对的刑罚 跟民事的高额的赔偿 被指明的科技大厂 不多做回应 指低调透露 若有员工相关部法事宜 将会着手进行调查 进行文章报道